天空出现了罕见的景象 有网友在中国四川成都拍下了傍晚的天空 同时出现了七颗太阳 画面引发热议 有网友说那后翼在哪呢 有人开玩笑说天气热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不过专家认为这样的景象在自然界中非常的罕见 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块来看看 天空染上一片橘红色晚霞 只见空中竟出现不止一颗太阳发出亮光 民众赶紧用手机拍下罕见奇景 仔细看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颗太阳高高挂起 中间最亮 越往两侧太阳轮廓越来越浅 跟云海互相辉映 中国网友18号傍晚在四川成都捕捉到这画面 引起热议 有网友开玩笑说后翼在哪 还有人直呼天气这么热的原因抓到了 以大气科学的观点来说 有人认为这是换日 晕的这个两旁出现这个换日 那这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这种换日的一个情形 所谓换日是太阳照射到空中冰晶折射所形成 观察者可在太阳两边约22度观赏到太阳幻影 多半发生在太阳接近地平线时 但这回一次出现稀科很罕见 在成都网友拍到的周围可能各有三个换日的一个现象出现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不容易看到 那个不是我们一般常看到的换日的现象 玻璃造成比较多的折射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不同的空气密度造成光线的折射也是有可能 从因为和专家各有看法 但在2021年台湾澎湖马公也曾被目击 天空中出现五个太阳 寒几景象持续引发讨论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